中华大地上生活着56个民族 就像56种花朵绽放在华夏大地上 在西地后原大厅向公众开放的 和和美美大家福大型图片展 其中不仅有多伦多社区文化生活的摄影作品 还有中国专业摄影家镜头中多姿多彩 56个民族的中华民族全家福 丰富的内容精彩的图片 为庆祝国际妇女节增添了祥和欢乐的气氛 为庆祝中加建交40周年而举办的 中华民族全家福图片展 日前在多伦多市政厅举行 此次展览由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 和加拿大中国专业妇女协会共同举办 包括加拿大联邦议会秘书 联邦政府总理秘书皮埃尔在内的政府有关代表 中国国务院侨办宣传司有关官员 以及100多位华社代表出席了开幕式 中国是有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庭 希望这次展览能够让更多的加拿大朋友 了解中国 认识中国 喜爱中国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和更多的海外侨胞 近距离地感受中华民族多姿多彩民族风情 据介绍 此次图片展所展出的200多幅图片 大多数由摄影家陈海文带领创作团队 历时一年辗转28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而拍摄的 力图反映当今中国56个民族的情况 看那些展览的话非常亲切 因为我是来自云南 然后我们云南的故乡就有26个民族 所以占了中华民族的半个全家福 加拿大多伦多这边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度 希望我们有个和谐的世界 除了它是介绍中华民族 五十六个民族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生活状态以外 那么它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艺术作品 是一个很好的享受 很Coverful 就是颜色很多 我觉得很多地方在中国跟加拿大不同 很精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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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